《黄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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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原生的 野生的黄牡丹 历史也很悠久 但我们这里 米林扎公公出产的黄牡丹 是那种腹瓣的大花黄牡丹 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品种 只有在米林才分布这种黄牡丹 这个花它喜欢长在那种烂石头 加那种泥土的混杂的一种土 土字里面 所以他们叫它石头花 它的生长环境很奇怪 太肥沃的土地它种不活 海拔太低的地方它也种不活 我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这种黄牡丹作为一种母本 广泛在推广 它用于就是现代一些观赏性的牡丹 的一个繁育的一个母本 比如说有一种绿牡丹 或者叫末牡丹 它们跟这个黄牡丹结合以后 它会变成一种类似于紫色的 一种牡丹的一种 然后花形 最原生态 这是最原生态 最原始的一个品种 它的在地球上的年龄也非常大 这种 有多少 据我所知 它是可能是几百万年以上的一个品种 很古老的一个品种 这个牡丹是非常珍贵 非常值得保护的一种植物 它同时也是一种张药 腰材的话它肯定有一些需求量 但是我们也严格控制 对不能让它有太多的去采集 如果采集多了的话 那我们的母种没有了 母本没有了 那我们的牡丹就持续意义了 我们是在书上看的 就是说每年会有一个节日 然后会给客人 就是会给这些当地的牧民 然后免费就是说给他们看病 都是在网上看到的 但是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 但是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 好的 一样三粒是吧 交水池 交水池 然后冲水是吧 谢谢你 好谢谢 渣贡沟 渣贡沟当年 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有一个那个 藏医药朝圣起点的意思 所有朝圣的都要从这里开始 在藏区的话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作为一个藏医药的一个健行者 或者一个工作者 那你没有朝白过 于托银丹公布的学校 没有到这来过 你是 就是说是不完整的 可以这么说是一个 一种这种理念 一定要到这来 那一定要到这来 这里才是 你才是一个真真真真真的 完整的一个藏医药工作者 不累 今天上山的时候有点累 快到那个游泳园公布的那个山洞了 一下就好像抬着了水 一下就轻松了 走得很轻松 这就说明我们绝心比较大了 崇拜它 对吧 对吧 葡萌什么味道 嗯 甜甜的 为什么要喝这个水呢 这个水 可能往后带 剩水 这是剩水 这是剩水 这是做藏药的时候 用的配方的水 比托云丹公布是我们藏医药 藏医学的奠基人 是我们藏医学的一个鼻祖 那藏医药 藏医学是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我们藏文化有些很多神秘的 包括什么宗教信仰 包括我们的地理环境 但是藏医药也是我们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有了藏医药藏文化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 一个世界的文化 今天一定要上这个山的 为什么呢 在远端公布 第一次办藏医药的这个学校 就是在这个山洞里面办的 老藏医基本上都是要来的 在这个地区为什么叫免林 免林就是药的原地的意思 就是说是有一千多个品种 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挖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藏医药藏 有点我们已经活了一百二十岁 为什么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不是一般的人能活得到的 因为他有一个保健的意思非常强的 怎么说嘛 对于养生这一块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说过那句话 就是说带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所谓幸福紧紧拥抱 放开自己的胸团 去做去感受自然 去体验一些开心的事快乐的事 心灵的一种解放 就发开的声音 一瞬间爱上了你 把我滚在了你的心前 呼吁在你的爱河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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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